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錯別字 一樣就算隔著螢幕 我的口水噴不到你那邊去 但還是提醒大家防疫期間戴上口罩 在那期間你習慣戴口罩 你就不會隨便拿下來 那麼今天我們要來聊的故事就是 你有聽過古曼瞳嗎 你所想到的古曼瞳是不是就關於 泰國、邪教、養小鬼 這一類的關鍵詞呢 那既然這麼恐怖又為什麼 這麼多的人要養古曼瞳 我今天要跟你們聊的就是 引鬼入室 古曼瞳 那說故事之前一樣 打開我們的水神 除了可以殺菌消毒之外 也增加一點恐怖的乾冰氛圍 好了 這個故事發生在六年前左右 有一位叫蕾蕾的女生 她去請了一尊古曼瞳回家 她請的原因其實很特別 因為她本身住在林口 跟媽媽兩個人母女相依為命 那她自己又是在板橋這邊工作 所以她必須要 可能凌晨就要出門去擺攤 又或者是搞到很晚才回來 留著媽媽一個人年邁 常常一個人在家膝蓋又不好 所以她也很擔心她的媽媽 會不會在家裡怎麼了 那蕾蕾說我請個看護或者是庸人 她媽媽又不肯 你說養狗養貓那是心靈上的滿足 實質上的幫助沒有這麼大 結果她跑去請了一尊古曼瞳 說可以回家保佑她媽媽 這個出發點其實我一開始覺得很怪 但是我們還是尊重人家 她也是聽她朋友說 自己求了一尊古曼瞳之後 家裡的工作甚至家人 平安健康都還不錯 所以蕾蕾就透過關係認識了 一位在台北賣泰國宗教文物的佛牌店的老闆 叫徐曉潔 當時蕾蕾求了這一尊古曼瞳回去之後 她是放在她的三樓臥室 我們這邊簡單介紹一下 蕾蕾住在林口的一個透天厝 一樓是她媽媽在常常出路的客廳 跟一些廚房或者是廁所 二樓是她媽媽休息的房間 三樓才是蕾蕾的房間 四樓是洗衣間跟陽台這樣 那因為媽媽本身呢 不太會去到三樓 不太常爬樓梯啦 所以她在一二樓活動 三樓就不太常去 更不會進到蕾蕾的房間 所以她暫時就把古曼瞳 在房間安了一個角落 那尊古曼瞳 其實小潔給我看過的照片 它是一個粉嫩的嬰兒造型 造型有點像招財貓這樣 身上穿金帶銀很胖 然後坐在一個 我忘了是蓮花還是一個 什麼布墊上面 那當時那個蕾蕾把她求回去時 把她取名叫妹妹 就開始造三餐供奉 吃的餅乾糖果洋樂多這些 那你說求回去之後有沒有怎麼樣 其實求了一陣子 家裡好像也沒什麼特別的事 那她也沒有說因為這樣子工作 就突飛猛進 或者是說家裡有遇過什麼樣的劫難 被化解掉 所以她其實存在著半信半疑 直到過了一陣子之後 怪事才從家裡發生 當時她媽媽有一天跟她蕾蕾說 那個蕾蕾 我覺得家裡好像怪怪的 我常聽到有小朋友跑步的聲音 這一句話讓蕾蕾當時抖了一下 她心裡知道答案 但是她也沒有馬上說 她反而問媽媽是聽到怎麼樣的聲音 她媽媽老人家嘛 總認為手洗的衣服會比較乾淨 所以很多時候像一些司機的睡衣 或者是一些比較貴的衣服 是不丟洗衣機的 雷雷的媽媽呢 雷媽呢就會自己拿去浴室廁所那邊洗 她是這樣子洗喔 她面對著浴室 背後是這個門 她背向門然後再洗她的衣服 結果洗著洗著的時候她突然聽到 後面有小朋友這樣啪啪啪啪 跑過去的聲音 她轉頭一看 我們後面一個人都沒有 而且家裡怎麼會有小朋友 當她以為聽錯時繼續洗 那個聲音又啪啪啪啪啪再跑過去 這一次又更清楚了 很明顯是感覺像那種 小孩子沒有穿鞋子的那種小腳 然後在地上這樣子跑 很急促的追什麼東西一樣 這樣子的聲音聽了幾次之後 雷媽越覺得 家裡真的好像有髒東西寄來了 但是雷雷也不可能跟她媽媽說 沒有啦是我養了一尊古曼童 我養了小鬼這樣 她媽聽到一定把這古曼童給燒了 所以雷雷就是暫時把她媽媽打發掉 叫她不要多想 但是過了幾天 她媽媽依舊覺得家裡怪 這一次她媽媽跟雷雷說 她有在抄金書的習慣跟我媽一樣 就在抄金書 隔壁有一個鄰居叫阿嬌 當時阿嬌跟她媽媽就是雷媽非常好 常常會煮東西彼此送來送去 那一天阿嬌送了炒辣椒一罐送過來 那兩個老人家就在院子門口那邊聊天 聊完之後回來放好了這個辣椒罐 要準備再繼續寫金書時 這才發現 她寫的金書怎麼被人家鬼畫符過 你說是筆掉到桌子上滾下去 這樣畫到也頂多一兩撇 但很明顯那是像小朋友抓著筆在那邊亂塗鴉 那當時雷雷也把看了這個金書之後 她自己也稍微的嚇了一跳 因為那個金書上面的那個鬼畫符 稍微看得出來就是泰國的一些文字 經過這兩件事情之後 雷雷馬上打電話給那個徐小潔 她覺得她是不是賣了不乾淨的這個古曼彤給她 所以才導致家裡出現這些怪事情 但是徐小潔聽完之後她就跟她說 你現在是古曼彤的媽媽 那你有沒有教育你的小孩 在家裡應該守規矩 好比說可能哪些地方不要去 什麼東西不要碰 然後不要吵鬧之類的 那你給她獎勵也要給她懲罰 對不對 小朋友需要教嘛 那雷雷聽完之後覺得好像有道理 所以她就先回家 跑回去跟這古曼彤妹妹說 就是媽媽年事已高 就是你的奶奶 所以你不要去嚇人家 以後在三四樓完 一二樓就不要去了 那如果不聽話 這些你喜歡吃的餅乾 巧克力 楊樂多 就不會再給你了 這話說完很奇怪 她媽媽還真的好一陣子 雷媽沒聽到家裡有在出現什麼怪聲音 或者是金書被亂寫的這種狀況 偶爾會聽到四樓跟三樓可能有東西掉下來 或是一些小聲音 但她也不以為意 總比以前好多了 就這樣過了一陣子之後 直到某一天的晚上 當時雷雷在家裡睡覺 她那時候沒有去上班 她睡著睡著之後 突然間呢 整個天搖地動起來 一個非常巨大的地震 當時雷雷一馬上起來的時候 先衝到二樓是看她媽媽怎麼樣 但怪的是她門一開 媽媽竟然不在房間裡面 她就很著急啊 她想說是媽媽嚇到之後 自己先跑去哪裡 會不會跌倒 會不會撞到 後來她就一路這樣子 找到一樓之後 發現她媽媽竟然已經 站在大門口 而且比一個讚 對著地板比一個讚 呈現那種很奇怪的姿勢 比一個讚 當時雷雷衝過去 就抱著她媽媽問她 妳有沒有怎麼樣啊 妳有沒有事啊 她媽媽說沒事 就是頭很暈很晃 然後雷雷說 那不是頭暈 那是地震 但是你怎麼一個人可以跑下來 後來她媽才講 當時她睡到一半的時候 忽然被人家呼巴掌 感覺是那種很小的手掌 在呼她的巴掌 呼了幾下之後 突然間一杯水灑在她臉上 她才想下行 下行沒多久 就有一隻小手 抓著她的大拇指 這樣抓著 一路拖 一路拖 這樣帶著一股力量 很順暢的 就從二樓馬上跑到一樓去 隨後就是 頭痛 頭暈 那雷雷又再跟她媽媽說 那不是頭暈 那是地震 而這起地震 就是非常著名 導致台南圍貫大樓倒塌的那起大地震 小年夜卻遇6.4強震 南台灣重創嚴重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這個故事的時間點就在於 剛好那一個地震 我有去跑過那條新聞 後來徐曉潔把這個故事講給我聽之後 我聽完我就覺得 欸 感覺古曼彤是真的可以保佑家裡的人啊 對吧沒有錯啊 那到底為什麼又有一堆人認為 古曼彤就是要去滴血餵生肉呢 其實古曼彤不是蚊子啊 你不需要去滴血餵他 你用不對的方式去供奉神明 好的神最後也會變壞的神 那到底該怎麼供奉 古曼彤又到底是什麼東西 以及我真的供奉古曼彤 我要注意哪些事情 我們這次請到了這個 泰國宗教文物古曼達人佛牌界的 劉德華徐曉潔專家 來替我們解答這些事情 這也太長了吧 古曼彤在泰國正確來說 它叫金佛彤 就是金色的一個彤子 金色彤子它其實代表是財運 代表好運的意思 就如同我們台灣了解的觀音 那觀音的話 它有所謂的金銅與玉尼 所以古曼彤在泰國的南傳佛教裡面 它就是一個銅子的化身 跟鬼仔養小鬼是不同的 養小鬼叫做 泰國話叫鱸狗 它就是養小鬼 它是指南產所產下來的 一個南產之後的小孩 那經過師父的加持 超度開光 所的一個文物 跟古曼彤是不一樣的 古曼彤要怎麼樣供奉 或怎麼樣照顧 其實你換個角度思考 古曼彤就好像我們去孤兒院 領養的一個小朋友 那你就是他爸爸媽媽 你想要怎麼照顧你的小朋友 當然都可以 你要怎麼樣的教育模式也可以 你要給他喝什麼吃什麼通通都可以 舉例 你可能特別喜歡喝可口可樂 你要供奉給你的古曼頭也可以 你特別喜歡吃什麼餅乾 通通都可以給他便當也可以 反之 你不特別的供奉也可以 因為在泰國的寺廟裡面 跟佛教的經典裡面 並沒有明文的規定 古曼彤或任何的文物 一定要供奉照顧 這一點請大家要注意 自己覺得方便就好 就是最好的供奉 那我們要怎麼樣跟我們的古曼彤 許願呢 又如何還願 那其實古曼彤就是我剛剛有說到 他就是我們的小朋友 那我們可以跟我們小朋友說 爸爸現在可能在追求一個女生 那希望你可以幫爸爸 跟這個女生有比較多的一個聯繫的一個方式 或讓爸爸跟這個女生今天晚上去看電影 可以有更多的好感跟互動 那如果完成的話 爸爸可能就回來請你喝可樂 請你吃餅乾 這樣就是一個許願或還願的方式 當然我們更提倡還願是做功德 什麼叫做功德呢 我們就可以跟古曼彤說 如果今天晚上爸爸跟這個大姐姐去看電影 如果很順利的完成回來的話 爸爸就捐孤兒願500塊 捐孤兒願1000塊 或捐流浪動物之家 我就把這個功德回向給你 這樣我覺得是一個叫做取之於社會 回饋於社會更好的一個方法 然後把這個功德也回向給你的古曼彤 我相信你的古曼彤就更願意幫助你 而且完成任何你的心願 好了其實聽完之後你是不是有點顛覆了 你對古曼彤的這個印象呢 從一開始你認為這應該是一個充滿邪念的故事 其實到後面是一個溫馨的轉折 我們必須承認台灣的宗教信仰 很多時候是源自於你看電影看漫畫 或是看小說所得知的 多少都會有點偏差的內容 畢竟教育部也沒有在課本上面告訴你 怎麼樣去認識宗教跟信仰宗教 那其實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你本身沒有去了解的話 當你人性脆弱的時候 很有可能信仰就會變成迷信 好了故事說到這邊 如果你有想聽其他類型的故事 或者是想聽怎麼樣的鬼故事 或者是哪一些地點的鬼故事 請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會盡量整理然後說給你們聽 我是戳別字 我喜歡鬼話連篇 但我不無說八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酥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明 réduire 2加入 2